广播剧《一英磅金币》 1300电台 华语电视 牛电视联合制作出品 奥斯卡·王尔德 是出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 晚期的伟大的爱尔兰作家 尽管她只活了46岁 但她的小说 话剧和随笔 不过她的小说 不光征服了英语世界的读者 也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她1900年去世 生前赶上了照相树的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她帅气的样子 之所以提作家的相貌 是因为在她的很多作品中 都可以找到她的身影 今天我们给大家演绎一个 根据她短篇小说改编的广播剧 名叫一英镑金币 先给大家介绍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这位男青年 这位男青年名叫修伊 23岁 相貌英俊 讨人喜欢 是个天生的乐天派 为人大方 她的唯一问题是 嗯 口袋中的钱包少了些内容 确切说啊 是少了很多内容 这就给她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好吧 是很大的麻烦 因为她正在和劳拉莫顿小姐交往 而且她非常希望这个交往 能变成童话故事中的那种 从此两人白头偕老的关系 可是劳拉的母亲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 父亲是退休上校 年轻的时候在印度把身体搞坏了 最终家境也败落了 这一天 上校把修伊叫到家中 修伊 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你呢 是个很讨人喜欢的青年人 说实话 我女儿喜欢你 我也挺高兴的 可是我问问你啊 你爸爸是不是只留给你一把宝剑 和一套十五卷本的半岛战争史啊 还有我的身高和相貌 靠这些能生活吗 我姑妈每年还给我一笔生活费呢 生活费不就两百英镑吗 这够吗 我还有股票投资 股票投资 那你一定知道熊市和牛市了 可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蝴蝶 我女儿说啊 你在股市上折腾了大半年 全赔光了 是吧 这个股市起伏很自然嘛 我还在等这个 等 等我女儿四十岁吗 你还做过茶叶生意 对吧 你知道印度白豪和中国小种红茶的区别吗 有董行的朋友帮助我 帮你啊 没错 帮到最后 钱都进你朋友的口袋了 我就不提你的红酒生意了 算了 就跟你这么直说吧 要想娶我女儿 你得让我看到 你的存款单上 有一万英镑的存款 我不在乎钱 我穷一点没关系 可我在乎女儿的生计啊 各位听众 19世纪下半夜的一万英镑 以平均2.92%的通货膨胀率计算的话 那就是等于今天的138万英镑 也就是189万美元 修医知道 这桩童话婚事算是高吹了 同时她也明白了 童话和浪漫啊 都是有钱人的特权这个道理 在伦敦西边荷兰公园的 鸟语花香陪伴下 她准备向劳拉摊牌了 修医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 你这个人哪 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语经四作的话 也没有什么可以张扬的才能 但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害人之心 我从来没听你对朋友 品头论足 说三道四 你人长得帅 有女人缘 但你是知道的 我和你相处 喜欢你 是因为你给我很大的安全感 我们女人最在乎这个 但 我就知道有这么个担子等着呢 不不 这个担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爸 对 还有那一万英镑 你知道我有多么爱我爸爸 你知道 我甚至崇拜他脚下踩过的土地 你知道 我妈妈不在了之后 是他 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了我的身上 亲爱的 你知道我真的没有办法去违背他的意愿 是啊 但是你可以违背我的意愿 我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好吗 唉 劳拉的愁容 让修依不忍心说出绝情的话 可一万英镑 是拦截在她前方的一座高山啊 靠她一个人和一把小铲子 怎么可以移走她呢 不对 她连一把小铲子都没有啊 在百般无奈中 她信不来到好朋友 画家阿兰的画室 唉 阿兰啊 今天怎么没画美女模特啊 改画 你 你这是画的什么人啊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乞丐啊 嘿嘿 这可怪了 是不是你说的 什么画家 应该只表现英俊的男性和美丽的女性 还有什么 这些人会增加我们视觉的愉悦 还有这个什么漂亮的人 应该是世界的主宰 什么什么之类的话 唉 唉 先别打岔啊 我现在正在画眼睛 这部分 比较关键 在阿兰的画布前方 站着一个衣衫褂褛的人 作家王尔德是这样形容他的 这是一个干憋的老头 他的脸像一张皱巴巴的羊皮纸 表情无比凄惨悲凉 衣服 与其说是穿在身上 不如说是披在身上 因为那不是衣服 那几乎就是一些破布条 他脚上的靴子打满了补丁 一只手组着根棍子 另一只手拿着一顶破帽子 伸出来乞讨 我告诉你啊 我们伦敦乞丐是真不少 可要找到这么个有代表性的 要能上得了我的画布的 那还真是踏破铁鞋都难找啊 所以你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你的财富 那还用说嘛 不过能被我画也算是他的幸运了 可怜的老人家呀 对了阿兰啊 你的模特一般怎么个付费法呀 一小时一个先领吧 这么少啊 少 开玩笑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一先领可等于两毛四呢 那我问你啊 凭你的知名度 像你这样一张画能卖多少钱啊 两千起跳吧 英镑 开什么玩笑 是金币 金币 你这个人呢 要不说你和钱没什么缘分 告诉你啊 当今的英国 画家 诗人 哦 还有医生 那可都是拿金币的 那你不觉得 画卖了以后 应该分给模特一点吗 开什么玩笑啊 你今天看到我好像很轻松的完成一幅画 画什么像什么 古老的中国有句话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那十年节衣缩食四处碰壁的时光 谁分给我钱了 你要知道 现在有多少比我棒的画家还抽一日三餐呢 算了算了算了 你也别打岔了 我得画画 人家 人家可是按小时收费的 当天晚上 一筹莫展的修衣 来到名为调色版的酒吧 向借酒消愁 这是一个艺术家集中的地方 作为常客的阿兰 已经拿着一杯酒 坐在吸烟室那里 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亲爱的Hughie 你可真是大小通吃啊 女人喜欢你 男人也喜欢你 怎么连个要饭的老头他也喜欢你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问你自己啊 我还就奇了怪啊 今天你刚走 那老头就一直问你的情况 家住什么地方啊 做什么工作的呀 还有什么经济状况啊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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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我回家 他一定在我家门口等着呢 哎呀 也好也好也好 我正好有一些穿旧的衣服 还发愁不知道怎么处理呢 你看他今天穿的那身破布啊 开什么玩笑 破布 那身破布是金不换你知道吗 哎 你懂得什么是艺术的浪漫 那身衣服在他的身上就叫做浪漫 不过呢 你的好意啊 我一定会转达的 你们这帮艺术家啊 真是没心没肺啊 没心肺 艺术家的心就是他的头脑 我们的任务不是改变世界 而是艺术的在线生活的现实 哎 哦对了 劳拉怎么样了 那老头还挺关心他 哎哎哎 怎么怎么 你连劳拉的情况都告诉他了 当然了 我连那一万英镑的事都跟他讲了 哎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是出去和做画矿的人讲了几句话 你和那老头没说什么吧 哎 没什么 告诉你吧 你出去那会儿啊 我实在太可怜他了 就把身上最后那一英镑金币给他了 他点头哈腰的谢我 什么 你 你 一英镑金币 你是说你给了他一英镑金币 哎呀 那我要问你了 你这个月吃什么呀 哎 还有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吃什么 谁想那么多啊 哦 对了 那个今天的酒钱还要你帮我付呢 哎 这个没有了劳拉呀 活着也意思不大了 哎 对了 你刚才说 他是谁 他不是你在街上找的乞丐吗 哎 你呀 算了 我还是告诉你吧 那个要饭的老头 其实是全欧洲最有钱的人 他的钱多到可以把整个伦敦都给买下来 他可以阻止任何一场战争的爆发 他还可以 你耍我 有意思吗 哎呦 Hughie 我哪有功夫耍你 他是著名的Houseburg男爵 哎呦 完了 兄弟啊 当时你怎么不告诉我 至少你给我介绍一下呀 哎呦 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啊 要是人们听说我给全欧洲最有钱的人一英镑金币 哎呦 我告诉你吧 人要是倒霉了 事事都不如意啊 哎呦 我 我真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呀 哎呦 把自己最后一块钱施舍给富翁 哎呦 我怎么知道你会给他钱呢 哎 你要是偷偷去问我的美女模特 我一点都不吃惊 但你把钱给这么个丑老头 我还真想不到 再说了 我当时是真不太确定 他是否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尤其 尤其他还穿着那身破衣服 哎 他是不是觉得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傻瓜呀 这个你放心 那倒没有 你走了以后啊 他倒是异常的兴奋 还问了好多的问题 哎 他还开花笑跟我说呢 要把你那一英镑金币啊 拿去投资 哎 让你每个六个月都能拿力气啊 哎 哎 兄弟 答应我啊 这件事你不许跟任何人讲 否则的话 接下来几个月 伦敦人茶余饭后就没别的话题了 哦 对了 我还差点忘了 刚才我出门前啊 他派人送了封信过来 让我交给你 我呢 就随身带在身上 估计啊 会在这碰到你 来给你吧 哎 看看 他上面写些什么 修医从阿兰手中拿过那封信 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 慢慢撕开信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一万英镑的支票 支票下面是一封并不很长的信 看信的时候 修医的手有些颤抖 豪斯伯格男爵是这样写的 孩子 那一英镑金币 即使我倾家荡产 真的流落街头 也不会化掉 当你把带着你手心温度的金币 给我的时候 它让我有一种 从来没有的 富有的感觉 我的生活圈子里 没有你这样的人 这有钱人在一起谈论的 是殖民地市场 房地产 股市 还有读出心裁的花钱方式 有一个地产大夯居然提议 我们设计一些儿童游戏 把流浪汉拿乞丐聚集起来 用杀戮的方式进行淘汰 给社会减少负担 我正是听了他这个想法 我才决定做一次乞丐 我明白这么做 其中有虚伪和表演的成分 甚至是某种扭曲心态的表现 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那一英镑金币的出现 你脸上那矛盾的表情 那一秒钟 我突然意识到 我其实真的是一个乞丐 孩子 我这一生悦人无数 我知道做好人其实并不简单 从阿兰那里 我知道这一英镑金币 在你生活中的分量 金钱 让多少相爱的人无法终成眷属 又让多少人同床一梦 这一万英镑 是我送给你和劳拉的结婚礼物 请务必收下 我唯一的条件是 希望收到你们婚礼的邀请 作为嘉宾出席 同时给我一个在婚礼上 发表讲话的机会 祝你们幸福 豪斯伯格男爵 伦敦的一个老年乞丐 奥斯卡王尔德小说 原名是《模特百万富翁》 或《模范百万富翁》 剧本改编导演中训 声音合成剪接配乐 及说书人声音表演小伟 剧中人物 男爵声音表演田平春 上校声音表演高宁 修医声音表演苏子 阿兰声音表演于健 劳拉声音表演磊雷 广播剧电视版拍摄 剪接合成 Serena 电视编了